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阔天空 觉得从此以后日子 就是完全的不同了 但殊不知 你真的觉得一切就结束了吗 到了护证室所办完 什么事都OK了吗 你看过很多的社会案例 有人签完了字 也办完了登记 还住在一起 然后有人呢 接下来就是因为 包括孩子的探视的问题 包括还有财产一些的问题 举凡很多这些 都是造成后面一些纠纷 那到底要怎么样 真的能够在事情办完以后 真的能把所有的情债 潜债 所有的债 都能够离得干干净净的 好 今天现场 为您邀请到一些来宾 真的办完以后 就让一切真的归于掩屎 来 欢迎现场所有来宾 针对今天离婚后 断不掉的纠缠与骚扰的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友 两线作家梁杨 退休警官高仁和 律师蔡正峰 以及资深媒体人 戴智阳 陈安怡 这则新闻是办完了以后 觉得是最惨的一个结果 离婚以后还住在一起 五金行的少东电线绕紧 勒币前妻 小赞 这都已经离婚了 然后最后还发生这样的悲剧 可是很奇怪 我们看到很多案例 就是离婚了 偏偏都还要住在一起 那他们要住在一起的理由很多 当然有的就说 我要两个共同养小孩 不要让小孩有疏离感 那有的是说 不管男方或女方 都说我没有经济独立能力 我还要依靠对方 那有的就是说 我不敢玩 虽然离婚了 我也还是想要跟你 章子也可以住在一起 都有这种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案例 它也很特殊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当事人 我大概有点熟 就是说 是这样 好奇 就是说因为 这个是主要我们家 附近的一个 五金行小开 那他是家中的独生子 其实他们就是说 夫妻就是说都很活跃 那个家中经济远都无语 那老公也开着名车 喜欢到处跑 那女方 那他们也是很喜欢 参加很多社团的活动 那可是他们小孩子还小 那问题就是说 这几年来就很奇怪 这个女方就常会怀疑 男方有外遇 那男方也觉得 女方常常参加社团活动 这个交往太复杂 所以为了这个问题 两个人就天天吵架 OK 那吵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两个人就离婚了 但他们两个还住在一起 那可是男方也很大方 就说好吧 那离婚了 我的房子就登记在你的名下 全部都给你 好啦 那离婚了之后 照理说 应该不要去干涉太多各自的生活 即使都住在一起 问题就是 他两边都还在质疑对方有外遇 离婚以后 对 奇怪 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还要有这种想法 可是你知道 当住在一起 就会这个样 对 你每天什么时候回来 他就是会觉得 还是有这种感觉 就好 吵一吵之后 但男方就受不了 那就趁他睡觉的时候 就拿棉被把它闷死 然后把一种电线带 把它铲死 那铲死之后 自己就跑到基隆去玩 这件案子你看 互相干预对方的下场 就是很难过 李翔姐 这个就是 大家都知道离婚了 对 也知道你就不是我老公 也不是我老婆 但是眼中只要住在一起 出发点也许是刚刚讲的 因为不想让孩子 有这样的冲击 或很多这些原因 但最后结果是这么样的悲剧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例子 是大家都觉得 好像离婚了之后 会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子离婚 然后两边各自去找机会 后来发现说 也没有那么样真的 就那么适合到 因为如果有一方 已经找到另外一个人 然后要结婚的话 他就会尽量的促成 真的就搬开来了 可是两方像这个例子我相信 两方都还在外面寻觅 可是又没有觉得很对的人 然后他们就觉得 住一起也无法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说这个住一起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 几点回来 接什么电话 都一清二楚 那就容易产生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其实非常建议 如果真的办了离婚 然后不想在一起 就搬开来 才不会产生 后来这样的现象 那如果是那种 想要当中缴获 就说我们各自出去找一找 找没有的话 我们再来 再来 再来 对 再重拾旧爱 我觉得这个行不太通 因为通常都是以悲剧收场 OK 因为 任何 是 因为你有过经验吗 有 那时候你是 一开始你还讲过说 你就一个人决然一身的 然后等于就离开了家 对 那时候没有想过说 因为你也不是有房子 在准备给你或什么的 你是把房子留给 对 留给前妻嘛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就自己还去找了一个 还快闹鬼的房子 或者什么这些 对 对 你那时候没有想到说 我好歹没找到房子以前 那我还是继续住在这边 住一阵子嘛 等我找到以后再说嘛 没有 没有 要断就断干净 那你断不干净 你在那边藕断私人 就不要去离婚 那你就每天吵不合 因为像我们警察局 常常处理一些离婚的 还住在一起的这种 其实我们在警察局 常常处理到的是 前夫打前妻 或前夫打前妻的男朋友 男朋友有 不然这是前妻的男朋友 回来砍前夫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住在一起 OK 我们有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牙科医师 他的太太跟他离婚了 他两个小孩都是念私立学校 在文山区的私立学校 学校都很贵的 然后太太就坚持说 那我在旁边租房子 那我就近照顾小孩 那牙科医师说不用 我房子提供给你住 我自己住楼上 讲是这么讲 但是他的先生偶尔就会听到 老婆好像跟他讲电话 都会偷偷摸摸 躲在阳台去讲 女前后任妻子大搞三人行 男子最终下长彩 长六十五岁的一个料姓男子 离婚之后是娶太太的妹妹 三个人搬到东部去偷居 搬到一个新环境之后 他发现说 他原来这个太太 这个姐姐 常常有一些陌生的电话 有一次他就一路之下 把手机摔到地上 那个姐姐就很生气 去把那里把鲨鱼的刀 我扶着 他的鸭客意思说 不用 我房子提供给你住 我自己住楼上 讲是这么讲 但是他的先生偶尔就会听到 老婆好像跟他讲电话 都会偷偷摸摸躲在阳台去讲 或者晚上十一点都才回来 那动物 你以前喝酒的 现在你还要跟 我家又有没有 每天就家暴 就动怒 那老婆也不敢搬走 为什么 因为孩子在那边 他怕他一搬出去 什么都没了 但我们每次警察去处理到现场的时候 一碰到这种 离婚还住在一起 他说 真的 真的 我们有一个来宾很好的来宾就是小冬瓜的父亲 对 他常常我们同仁去现场处理 吵完架还请我们同仁去吃小夜 有 他有讲过 真的 所以离了婚 他明天就办结婚也有可能 所以很多警察不会允许介入这种家庭 因为上次小冬瓜来节目现场讲到就是冬瓜后来跟 对 最后跟他在一起 他口中的杨阿姨 他说最后帮他们办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总共离婚了四次 结婚了五次 对 而且最后那一刻还真的还蛮感人 最后那一刻是 是他那杨阿姨在弥留的时候 最后说他希望以冬瓜的太太的身份离开 对 然后最后是护正人事务所的人员到他们那边去帮他们办 对 这种你就知道说那当然可是每个案子的状况确实不同 有的就是说什么 有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离婚不要让孩子知道 因为孩子还小管理是什么样一些原因 或者有很多都是这样 其实很多是我觉得都有 一个是经济状况 就刚刚讲的 因为双方离婚了 但是个别没有经济能力搬出去去 然后第二种是抢房子 就谁先搬出去之后那个房子就糟糕了 就怕落入对方手里 那有一种就是瞒孩子 那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 他们真的也离婚好多年 就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貌合神灵 可是因为小孩没有成年 所以他们两个也就相敬如冰酒了嘛 那房子也蛮大的啊 反正就是一个人睡一间 然后呢就没有跟小孩讲 可是其实后来小孩子到 后来长大到念大学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就问妈妈说 他说你们两个是不是离婚了 他说因为他从小到大的记忆都是 爸爸带我出去玩 或者是妈妈带我出去玩 从来没有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 那我朋友就跟他诚实的就讲 就说其实对我们早就办离婚了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孩子大了 所以呢他先生就办出去 所以其实这种例子还蛮多的 不过刚刚讲到的这种例子 你有亲戚也是离婚以后还住在一起 对其实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长一辈的好像特别多 其实现在很多阿公阿嬷是这种状况 那我认识的这对阿公阿嬷他们也是离婚了 那离婚的原因当时好像是因为这个阿公在外面有 就是有外遇 所以当时阿嬷就非常生气就一定要离婚 于是两个就离了 离了之后呢可是因为 怎么讲生活上好像都还是在一起 然后阿嬷又没有谋生能力没有上班 所以其实两个还是住在一块 那住在一起两个也很妙 还可以睡同一张床 我觉得这个才是厉害的地方 是喔 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跟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夫妻没什么两样 可是对阿公来讲 他就会觉得说我已经离婚了 所以我可以正大光明的交女朋友 所以他就开始就是交女朋友 当然他的女朋友 然后也交了蛮久的 就一下交了好像就很多年都是同一个 可是呢因为他就还是住在家里嘛 所以他不敢带回家 阿嬷不知道 可是最好笑的是 全部社区跟邻居都知道 为什么你知道话 因为那个阿公会把女朋友就是 就是比如说 呃就是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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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开车回来 你知道吗 比如说女方开车回来 要送他回家 因为女生有车 阿公没有车 女生有车 他带阿公回家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就会在社区前面 把阿公放下来走回家 所以所有社区的警卫都知道 大家都看过那个女生的车 也认得她的车 只有阿嬷不知道 那后来就是呢 职包不住活 就有一次就被撞见 就是买菜回家的时候 就阿嬷就是刚好看到 咦 怎么有人载你回来 这样 哇 就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后来就是 阿嬷还去那个女的家寻仇 就等于是她就去闹 就闹 阿公那个阿公也很好笑 就是就看这两个女人打架 她在旁边 她也这种傻眼 后来就阿嬷就打到 自己手骨子的手 你知道吗 打得很凶 就很强悍的一个女生 那最后其实 到最后还 我觉得那种 偶蛋失联的状况就是 这个男人可能就对家庭 有点愧疚 所以每次阿嬷去叫她 比如说叫她来修灯 叫她修水电 她这个就是水电工 就叫她来修什么东西 她都还愿意来 对 所以两个人关系就很奇怪 好像纠缠了一辈子 到现在就是看起来还是 不知道到底会 这就是一辈子了 对 这个未来就是这样 正风 如果离婚好刚讲 住在一起 还有多少麻烦事 其实这种案例我们真的常常看 好的时候大家都没事 感情不好的时候 你在这房子水电费 有时候帮我买便当的钱 这种小的金额都跟你吵 再严重一点 开始看对方的手机 开始查情 然后违反社会法 或是他骚扰我 开始为了口角 小小的口角上法院 再更严重 我们就像今天的社会案件这种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是伤害 甚至有强制性交的案件 都是离婚之后还住在一起 你说强制性交就是他还觉得你是我老婆 对啊 我们刚刚遇过一个案件就是说 两个离婚 然后老婆开始去外面有别的男人 老公一开始忍 他说对我们离婚没事 但后来越看越不爽 有点回来 他就问他老婆去哪儿 他说我去约会干嘛 老公没送 就直接把他处理掉 后来那个老婆就一撞 一开始不敢讲 后来是开始觉得自己原来 因为很多这种被害的人 他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内心有创伤 是见见他那时候那个晚上的经营 他很不舒服 他觉得有问题 他才去地检署报案 他才去提告 这种案例其实是很常发生 只是因为说他在社会的黑暗面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所以离婚之后还住在一起 其实是一个社会案件的温床 大家要非常小心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离婚以后有很多人 不管是因为小孩的 不管你说的叫理由 就因为小孩 因为经济 因为什么 还在一起以后会延伸出来的很多事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状况 小蔡 是有一篇就是 你离婚你就给我出去 但另外一篇就是说 我不管 我就是要待在这 这也很麻烦 这个东西 常常讲离婚就要果断 我们刚刚讲的 各种任何状况 其实都不果断 然后才会发生的 那像我们 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就是 这个男生 就跟妻子结婚十几年 但是双方 长期以来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 这个老婆就一直被打 终于有一天他受不了 好 那就跟老公讲 我们正式离婚 我再也不要忍受人的暴力了 那问题是 老公就跟他苦苦哀求 我以后会对你好一点 我最爱理 我最爱你 女生就心软 那还是一样长期 就动不动脾气来 就做他一顿 那好了 那就正式 真的就离婚掉了 那问题是离婚之后 男方去求情 你没看这么可能 我没家可以住 你又拜託我住一个 好 那女生想 好 那就给你住 那我们顶多不相往 但问题是在住的这个期间 那男生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那坏的时候 你喝水他都要弄你 他会把你的水里面 加安眠药 然后就像刚刚律师讲 加安眠药之后 他就上了你 然后甚至你要骑机车上班 他会把你机车砸掉 然后甚至把你那个坐垫 全部都割烂 就想尽办法去弄你就死了 那问题是真的 那女的每次就想到说 我又被这样子对待 所以他也去申请了家暴力 那其实警察也都劝他说 你都已经离婚了 你就交出去啊 不然你就交出去啊 他又不忍心 他说这样他会坐牢 对不对 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母性 是哪里来的 好 那结果就这样子 长期的一直下来 就是这样子一直忍 忍到大概前一年的时候 他才说 好啦 那真的受不了 就去跟法院告他 告他老公 所以这个法官还蛮不错的 就要求他强制搬出去 要求老公强制搬出去 不能够住在一起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离婚以后 那个每个男人都能像高人格一样 就这么随随的就是 就是一家习惯 然后拎着就直接出去 或这样 暖烂男 你说他就不出门的这种人 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可是我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案子 真的吗 不是说我一定要打 一定要什么 这个当然是比较年轻的 而且比较文青的这样子 好 两个人就相爱结婚 然后后来的时候 当然就觉得不适合 然后也离了婚 可是这个男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差 就是那种接案子 有一餐没有一餐的 然后这个女生一直就是说 觉得蛮可怜的这样子 就继续的真的收容 像收容一样 这个男人真的是吃软饭 就说家里的水电 家里的这个什么什么 都是他来 都是那女生来付钱 这个男生就是 好像有一点陪伴的那个感觉 爱情里面不外三种关系 一个是爱 一个是性 一个就陪伴 对不对 这个女人就发现说 我给他 我们这样住一起 然后虽然他没有办法满足 性方面我是不知道 是不是偶尔两个寂寞的人 还是在一起吧 这个我们不知道 可是至少有人陪伴 对 然后至少有人还会看到 不会回家要自己开 一屋子的暗的灯光 一回去就面对一屋子的孤寂 对嘛 所以这种关系也可以存在 所以我觉得没有暴力的话 其实谁说不可以离了婚之后 还住一起呢 这个很奇怪吧 可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像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 就是他跟他 对 他跟他前夫也是这样 就是离婚之后 其实两个有分开一段时间 离婚后发现妻子早有外语 男子吃刀埋伏小王 老婆大概考虑到说 真的男方年纪也大了 然后还有杯在 但是他新认识的一个男生 所以他就去跟老公提离婚 但老公就如愿了 后面他去跟肩满 原来你外面早就有小王 趁跟着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当场就抽出那种 那肠道把这个男子 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像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 就是他跟他 对 他跟他前夫也是这样 就是离婚之后 其实两个有分开一段时间 可是因为 干亲妈妈带了一个小女生 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不便 所以没事 那他能call的人就是这个男子 就小孩的爸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差 你也过来看一下小孩 我今天要去哪边 你载我去一下 他就不会开车 所以你知道我们两个 我们常常有觉得 他们两个也很妙 就是明明就离婚了 然后出双入对 不知道在搞什么关系 然后以前还结婚的时候 还看不到他们两个人 这么长期间 对 然后可是在一起 他还是会有些问题 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妈妈久而久之 就会觉得我已经离婚了 我在干嘛 我还养你养你的小孩 然后你还要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 睡我的是怎样 你知道吗 他就会很不爽 可是问题是他在实质生活上 他又需要他前夫的贵 所以就会变得很尴尬 那最后其实到目前为止 两个人的状况还是纠缠不起 可是我那个女朋友 因为经济状况非常好 他觉得他搞个费用 都还不如这个男的 所以呢 费用到费用也不会帮你付 帮租付水电汇嘛 还怕修灯吗 所以他觉得 很快走就划得来 对 OK 这就是不同的案件 或是不同的人相处之下 当然如果不会出现暴力 不会出现什么状况 也都还好 可是怕的就是中间会延伸出 刚刚前面讲的那样 好 那如果要是 正风就是碰到死不斑的 怎么办 像刚刚这个案例 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有所谓的保护力 大家要知道说 夫妻就算离婚了 也是可以申请保护力 至少你可以让 让他不搬走的时候 警察第一时间来 有东西有法员依据 可以执行职务保护你 那另外一个就是 毕竟这个房子搬离 这是所有权归属 是一个民事问题 大家真的要鼓起勇气 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这个离婚的妇女 她没有办法狠下心来 但是如果你自己 不很下心去诉求法院 这个旅行这个所有权的行驶 那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当然 这是一定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说 你短期现况 你可以透过保护力的方式 请求对方离开 长期来说你拿到 这个所有权 行驶所有权 767嘛 你可以用强制执行的方式 把他东西赶走 OK 对 这个是 短期和长期的做法 刚才讲的这些例子 都还算是单纯的一些的情形 人和 有人死不搬到最后 目的是希望能够享其人之福 很多 这是什么状况 我们讲说 像我们警方曾经有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65岁的一个料姓男子 他就跟他的太太 还有他太太的妹妹也住在一起 那有一天他跟这个太太口角 口角之后 那离婚之后 没多久就半结婚了 半结婚不是娶她的原配 是娶她妹妹 他太太的妹妹 太太的妹妹 但是大季度离婚 大姐刚离婚而已 然后娶她的妹妹 姐姐当然是心里很不爽 可是在这个男人 他心里觉得说 他征服了你们姐妹 很多婚姻里面 真的很多婚姻里面 我们讲一句话 菜堂吃菜 菜喀戏 很多人他是真的自己 他自己误判行事 他觉得说他是吃定你 或者吃定你们家族 吃定你姐妹 那因为他碍于说 亲戚 邻居 眼光 看待就远走他乡 这三个人搬到东部去同居 那去同居的时候 等一下 他大姐 也跟他们一起去 一起去 姐妹两个跟一个 姐妹两个跟 二女共思一夫 搬到一个东部的新环境之后 他发现说 他原来这个太太 这个姐姐 常常有一些陌生的电话 他突然会出去跟她唱歌 那唱歌唱得比较晚回来 那有一次他就拿她手机起来看 凌晨拿她手机起来看 我说你看我的手机是要唱的 我不是你什么人 他引入之下把手机 一摔摔摔到地上 他那个姐姐就很生气 去把那哪里把鲨鱼的刀 往脖子里把他砍下去了 砍下去 两个人还没报案 两个姐妹没报案 就等他看在那边 等他床上 他血流干了 流干之后再打电话 通知我们警方 救护者到现场 已经变成一具冰人的尸体 那我们警方做笔录的时候说 为什么你砍他的时候 你不报案 就他妹妹讲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一个是我姐姐 一个是我老公 我老公原来是他老公 到底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不是啦 所以我们警方在征训的时候 两个姐妹都穿着睡衣 都绳子也不清 不知道在讲什么 梁姐这种事情 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不会不会 真的吗 我以前住一个社区 有一个社区的名人 就是跟一对姐妹生活在一起 可是 而且是名人 可是社区很奇怪 台湾的道德观 还是表现在对这个男人 就觉得说这一家族很那个 就不太以为然你知道 可是这个当中 我想有一个必要的理由 是这姐妹两个 要有一个比较弱势的 她愿意比较做小伏地 比较不是说去争执的 否则如果两个姐妹 都非常强势的话 这绝对行不通 对不对 我的一个更厉害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了不起 也是一个名人 这个男人也是开始做得不错 后来可能经济情况也没有那么好 然后可是家里负担很大 比如上游老母 下游小孩 然后有一个女强人 就爱上了这一个男人 然后心甘情愿的 帮他们家怎么样子 帮这个男人养家 养妈妈 养太太 养小孩 然后三个人维持很好的关系 这个也是有的 还维持着很好的关系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经济的大权 完全在这个女人身上 太太当然不敢闹 因为闹了的话 一家生计都没有 对不对 那这个男人恐怕就要有通天本事 去安抚这两个女人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在家庭里面 谁掌握那个经济的大权 在这一种多人型的状况之下 这个人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那当然也不能太嚣张 否则就被人家砍了这样 对 我知道 所以像那时候就是复查皇后 所以她能够掌管所有三公六院 所有的分配权 所以的话她就能够当皇后 可是这种对一般 尤其对于蔡振峰来讲的话 她会觉得这个人生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种事 对不对 对 我在我有限的恋爱经验里面 还没有办法想这个事 好想来一次 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 假设今天没有法律的角度的话 我是蛮羡慕这个奇人之谱的阿贝 一点都好 我都羡慕真的 可是梅正芬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 刚才讲到万一 其实刚刚梁杨姐讲的是 她一定要这一对姐妹 一定要有一个弱势强势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像刚才讲的那个 如果妹妹回头去 她就是不爽了 她就回头告她姐姐跟她老公的 当然就是成立通奸 对 可是他们会不会讲说 你也知道啊 你就知道我们都在一起的 你还告我 对啊 可是对方也知道你有老婆啊 对啊 这个法律你同意我啦 这没有啊 我哪有同意 我现在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啊 不能谁来保证这个原配 不是就是有一个追溯纪啊 不是有个追溯纪 这个时候律师就会说 我同意她前面那一次 我没有同意她现在这一次 对 只要配偶的身份永远都在 每一个性行为都是单次的犯罪行为 所以那这样子十年下 十年下来告几千次耶 也没办法到十年 因为通奸她是告诉乃论罪 她是有追溯 那个告诉其间的陷阱 所以她是只有 六个月 六个月 执席之后六个月 我还有一个朋友更妙 我记得那时候 那时候我年纪真的很轻 然后刚开始看到说是木瞪口呆 那是在圈内 然后也是当红颜艺人的经纪人 然后有一阵子就看到她还蛮消沉的 因为她离婚了 然后就跟前夫反正有些金钱 上了纠葛啊等等 然后就闹得不是很愉快 然后她还有个儿子这样 就离婚了 然后离婚完之后我就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她当时就是闹离婚 闹着这样 她每天都在讲 然后隔了大概半年之后 我看到她 她怀孕了你知道吗 然后她怀孕了 我就吓一跳 我就说 我说你有男朋友了 她说没有啊 就前夫的 对她前夫的 为什么也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两个人离婚之后 并没有搬开 他们还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那天雷公众地火的时候还是有 所以呢就怀孕了 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听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她也没打算要拿掉 对啊 对她 然后我就说那你 那你要复婚吗 就是要再结婚吗 她说她有老婆 她有她女朋友 我怎么结婚 所以也就是说 她的前夫另外 其实已经准备要再组家庭了 可是她又怀了前夫的小孩 然后她决定这个小孩 她前夫的女朋友 当然不知道这件事 对当然不知道 当她知道以后 对啊 这段婚姻 到底又该怎么办 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状况 大人世界好复杂 对啊 然后她就怀孕了 她就她很高兴 她就说 不错啊 她说我一直还蛮想有一个老二 所以她就 就把她小孩生下来 然后她也没有要跟她前夫复婚 她说那个男人她也不要 然后我就很好奇 如果是这样子小孩的状态 她要怎么样 就是她跟她的爸爸 被婚跟子女 包括准症的这些 对 其实像这个情形 就算她老公不要 但如果妈妈和小孩子要 其实扮任女就好 因为她是有血缘关系 她是有一个强制性在 只要进法院 法院就验DNA就会 她就一样是这个 可以信她父亲的性吗 就是我的意思说 性是这个大家常常会误会 好像说性是一定是依男方 但如果像这个是非婚生子女 妈妈是单独兼婚的状态 其实就是妈妈决定 就可以了 一个姓王一个姓陈 她说她儿子姓凌也可以 原来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 剪不断理还烂的一个状况 真的会非常非常复杂 可是刚刚前面讲的 还都是某种程度 就是因为大家各种原因 要不要在一起 住在一起的之下 出现了 好 这么复杂一些情形 可是离婚以后 最怕的一种状况是 好 这样讲好了 阿姨就是狗狗弟的 就算你们都 离婚也分开住也什么 但她就是三不十就回来 就是骚扰你一下 就是什么 你也受不了这种情形 像有一种状况是 前妻不甘愿的 火爆男要求复合为果 激烈手段报复前妻 自己对夫妻离婚 离完婚之后 只要有男生接触这个女生 这个男生就是把人家打一桌 再来累积一个一两年 有一天他就决定 跟这个男生讲清 结果后来那女生就 跟他在车上的时候 男生就沉默很久就说 你确定你不跟我复合吗 那女生就嗯了一声 男生就准备这个硫酸 直接 有一种状况是 前妻不甘愿的 他晚上就会打电话来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其实男生知道 然后老公知道 他就会知道是说 其实是前妻打电话来 然后甚至就会有那种凌晨 比如说会打电话说 我心情不好啊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这个老公 就是这个前夫 他其实心肠是有点软的 所以呢后来就接了电话 他就出去 然后接了电话就出去 那后来造成他这个新的女朋友 新的老婆就很不爽 变成跟前妻跟 这个新任的老婆之间就较劲 然后再加上前妻因为有孩子 你知道吗 他就迎面又多占了两分 所以后来就是闹到 下一任的妻子是不堪前妻之劳 就觉得说你人也要去 然后你钱也要去 然后我老公赚下来的钱 然后要付这个小孩子散养费等等 然后我们都不够用了 然后还要去照顾你 然后这个前妻也是啊 他就因为习惯性的嘛 什么事情就叫他的前夫来 那他前夫也都愿意来处理 所以到最后 他的第二任婚姻也是不了了之劳 梁小姐像这种怎么办 毕竟总是以前有过一段情 或是总是有一起有孩子 那他也跟你讲一些孩子 可是你在这边接电话的同时 旁边的就一直在那边 那边可能在食眼社了 或者在什么什么 这种要怎么办 我告诉你 那男人搞不好还乐在心里 就是他可能没有左拥右抱 可是觉得说 我被两个女人这样需要 所以我想他最要先去除的是 这一种自己的虚荣心 觉得说我是大众情人 或者我这么能干什么东西 才有办法解决 可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前面那一个 除非你还要回去 否则的话 应该就是比较委婉的 就说对不起 我的太太在旁边 然后他现在要我干嘛 或者是说我们两个要去清热 让对方看会不会断了这一条心吧 好直接喔 可是男人要先把这种自己的这一种 你看自我这种满足成就感 要先放下来才有办法 然后在处理的时候 有处理过像刚才所讲的 那因为离婚以后 不管用小孩当借口 或是夫妻之间 反正就剪不断 你还乱就一直骚扰到那样子 有 我在担任家报官那一段时间 有接获一个案子 就是一个女性 她跟她先生离婚之后 那因为那个女生 她是很年轻 19岁就嫁给她先生 所以生了两个小孩 那在22岁 23岁的时候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口角 还是怎么原因的 他们离婚了 那离婚的时候到法院 就是把孩子的禁物权都判给她先生 她说我要看孩子 我看小孩怎么办 OK 我可以让你来看 也要来看之前 你那一个晚上要在这边待着 因为孩子需要你 孩子需要你 变成我需要你的 对 所以她要看孩子的时候 前一晚一定要必须 要跟她同居在一起 就整个晚上要在那边陪她 那个女生一开始想说也没什么 反正她以前是前夫 那这个男生后面有交流女朋友 但她不会把这个女生 带回到家里来 那这个女生在外面自己要谋生 谋生之后她就找了工作 找了工作就被他们公司的 负责人向重 变男女朋友 那男女朋友的时候 她的男朋友 就是她后面的老公发现 为什么你假日都要去外面睡觉 不回在家里 那她一开始也不敢讲 可是他们一半结婚之后 她就觉得说 你要老实告诉我 为什么你每次出去都要一个晚上 隔一天才回来 她就讲 她说因为我前夫 我看孩子的时候 我有签给她 就是我要回去必须要跟她 请房 或者是要跟她发生性行为 回去看小孩 带她出去玩 还有写下来 我签名 这我写下来 所以她就是 这样有效率吗 法律保障这种事 这个部分我不是 对对对 这个蔡春风等一下一定会给她满意的答案 但是她讲了之后 她后面这个先生一听就很火大了 很火大之后就 把她所有的过程 拉到我们分局来 就给我们提出 她对她前夫的一个性侵害告诉 那性侵害告诉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还是通知她前夫道案说明 可是她说没有 她说你回来睡觉 我根本没碰你 可是太来也没证据 也告也告不成 所以这案子到我们那边是不了流失 没办法 可是郑峰刚才讲的 让大家现场一片哗然就是 那种等于卖生气的那种白紫黑字 其实像这样的约定一定是无效 大家不要就是想说自己的场次出了问题 这种约定说用性行为当作对价的条款 一定是没有效力 那像刚刚这个情景 大家一定会想说 这个太太她被前夫这样胁迫 作为看小孩的代价 是不是真的有性行为问题 其实在我个人的判断 我刚听完高警官这样讲 我是认为这个案子 其实在刑事责任上 并没有达到所谓的 强制性交的问题 因为强制性交它是指的说 在性行为的当下 女方或是不愿意的那一方 她被实施物体 物理上的这个力量 或者是精神上达到不能抗拒的地步 可是这个案件它是有选择的 她也可以选择她离开 她透过合法的方式 比如说她申请这个改定监护 或是说这个暂时保护令 把孩子带走 可是她没有选择 她本来选择去接受这样的 她意识上并没有达到 不能抗拒的地步 所以如果要 你要了解人性 我知道 你知道她有多想她的孩子 她等于是在那种胁迫之下 她就要每天 就是她需要能够看着孩子 她不透过这种方式 她怎么办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已经把情感和法律混为一谈 我真的那时候 刚刚在思考这个案件 我就想 我如果讲说她没有强制性交 大概我马上就会被投诉了吧 说这个律师怎么这样 可是我必须讲说 从法律上的角度 它确实是没有构成 这个妨碍性自主的案件 我是认为 但是反而 如果说她说 有把她强制留在那个晚上 过一晚这件事 那是有强制罪 那她言语上如果说 你如果不照做怎样 我就会对你有什么人身安全 这样的用语 还会有恐吓罪的问题 OK 那当然我相信会有律师 会有不同的一些 因为这个就这样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再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说 这跟场景上来讲 它一定是 不管法容不容 但是在一般的道德 或是一般来讲的话 社会常规 大家都会说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这个是一定的 那刚才讲的 所有离婚以后 会出现够够低了 最惨的就是 像类似像这种 出现人命的事 但你只要从小代开始讲 通常那案子一定都很大 都一定是 对对 因为小代跑社会新闻这么久 他才像这种的话 其实出人命的很多 像律师看到的都是活人 但我看到的都是 都是尸体 没有就是尸块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比较悲惨 那像之前就发生一个 这个南方 大概年纪很大 快70岁 那他老婆年纪跟他差很多 大概双方差了20岁 可是他们从结婚到发生案子 已经过了20几年了 那当然后面老婆大概考虑到说 这个南方年纪也大了 然后还有悲哉 但是他新认识了一个男生 男生这个男生还至少 还小有多金这样子 那所以他就常常跟这个男生 偷偷地在一起 没有给老公知道 那当然就后面 久了之后 他就想说 那我要想办法跟这个老公离婚 所以他就去跟老公讲说 你背了太多债务 你也70岁了 你就要死了 这债务存交到我身上 怎么办 但是他就想说 不对喔 以前我们过了那么久 你都没有提婚 怎么会短时间内 你要跟我提离婚 所以他就直接问他 你是不是有外遇 那女方说没有啊 我就是怕担心未来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先离吧 对 以免我要背债 那老公就如愿了 但是如愿了之后 才发觉离婚没几天 就听人家讲说 你那个老婆 其实早就已经有这个了 外面也就是这个 你要自己要小心 你是被骗了 然后他就去质问他 老婆说没有 我就是没有 那当然后面他去跟肩 整天就跟肩 终于抓到了 原来你外面早就有小王 所以他就趁跟着他们 跟那个小王出去吃饭的时候 他就尾随过去 然后当场去抓包 然后去质问那个男生 你跟我老婆在一起多久了 问题是那男生就想说 那哪是你老婆啊 你们都离婚了 现在是我女朋友 对啊 你管他这种 那男生一气之下就拿刀 当场就抽出那种 那长刀就把这个男的 在餐厅里 70岁还有力气 把这个男的活活砍死 对 活活砍死 你看下场就这个样子 那我还碰过另外一个 两年前还算很新鲜的 对 真的 新鲜 那个就很惨了 那是一个分尸案 桃园的一起分尸案 这老夫老妻啊 男生是杀鸡的 但其实虽然杀鸡 长久以来杀鸡也赚了不少钱 那结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三十几年快四十年了 那突然间 那就双方就说 我们这几年来 好像生活无趣 那整天也偶尔吵吵闹闹 就没了 我理你算了 那女方也觉得说 好 反正你这个男的 除了每天杀鸡以外 下班之后就喝酒 然后好像也不大理我 没有 就理啊 我们就把财产分清楚 就理一理算了 好 就这样子 在大前年的时候 就真的离婚了 就真的离婚了 那离婚之后 老公越想越不对 我三四十年来 我每天在菜市场 太假 买假 我赚了也不少钱 这样子分一分 对我好像不大公平 然后就每天去对这个 前妻咕咕地说 不行 我应该会觉得要重分 那女方后面也受不了 她这样纠缠说 那你又要说重分 不然这样 那我们就再结婚一次 这样就没有什么分财产的问题 大家共用 那男方想一想 也不错 就两个又结婚了 在前年的时候 离婚了一年多之后 又结婚了 好了 结婚了之后 那两个人就为了常常 就为了这个分配财产的事 还在吵 吵到有一天 那老公受不了了 那他就趁老婆睡觉的时候 他就拿起他的那个杀鸡刀 那就直接在家里 把老婆砍死 究竟狠肤士气候会有什么下场 结婚了之后那两个人就为了常常 这个就为了这个分配财产的事 还在吵 吵到有一天那老公受不了了 那他就趁老婆睡觉之后 他就拿起他的那个杀鸡刀 那就直接在家里把老婆砍死 砍死之后呢 然后他还把它切成七大块 但是他们有个女儿 女儿都住在外面 其实就在外面读书 那偶尔回到家来 看到妈妈怎么不见了 那问他爸爸妈妈去哪里 他说当中 我不知道 对啊 你妈走一斗鱼 不要跟他们门 然后突然间找了好几次之后 他突然看到爸爸的房间里 有一个妈妈用过的旅行袋 常常用的类似旅行箱 然后他就想说妈妈不见了 那还有一个旅行袋在那边 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提起来重重的 然后就拿一排鱼锁说 我要报案我妈失踪 但这我妈留下的旅行袋里面 可不可以看在这个旅行袋里面 有没有什么线索 他警方想说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结果当场在值班台 拉铃一拉 整个大家昏倒 一颗头 他妈妈的头就在那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一期分尸案 那我就想说 那你尸体藏了那么久 怎么不会很久 不会发臭 对不对 这个因为这老公以前是杀鸡 他也在山区里面养很多鸡 他知道说那个 因为以前鸡死掉之后 他会撒很多石灰 然后会防臭防腐这样子 所以他的每一袋丝块里 他都用很厚重的那个生石灰 就把他涂抹防腐 所以他女儿回到家之后 没有看到妈妈 他完全都不知道有臭味 所以这件案子就这样子爆发了 好可怕 这个男生现在被判死刑 二神死刑 现在人还在看手术 这跟时间有关系吗 就你太早就去又认识了别人或什么这些 非常有关 不过这个例子会不会那个人真的是人格异常 而不能够说一般的家暴也到这种地步 我想也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以前一直教女人 就说如果你要离婚的话 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你另外有感情或什么 或者那个男人我就是要整死你 我就是坚持不要离婚 尤其那个时间如果太短 你才刚跟我离婚 一个月你就交了男朋友 对 绝对是受不了的 所以显然前面那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女人有听见我们当时教的 就是说思考否认 敌死不从 我就是没有那个男朋友 然后先把婚离了再讲 可是这个刚刚我听这个例子很有趣 就说没有想到我们交成功的第一步 可是第二步还是露线 就是太早又在一起 所以现在可能要交第二步 就是说好吧 你思考否认 然后离了婚之后 还要小心地隐藏这个感情 至少还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真的我们发现那种不答应 离婚或者回来报复的男人 他就是觉得说你哪那么好 我就放你这样去快乐去 然后所有的苦都是我自己吞 我就是要给你难看 我就是要卡死你 这个是很一般的心态 我想99个男人搞不好 100个男人这样 可是震锋假设一个案子就是 他们其实中间已经有重叠到 就是他在外面已经有人了 但是我只是先瞒着你 然后我再到最后找个借口跟你离婚 离婚完以后就跟他结婚 那对这个被离婚的这个老公好了 是不是不公公 对 他是不是就 他是等到以后 他还可不可以再继续告说 我不管 虽然我现在 我不是你的老公 但那个时候我是 那个时候确实是 那这还是会有侵害配偶权的问题 以他知道的时候 对 以他知悉 因为那个时间点在当时的情形下 他毕竟还是具有配偶的身份 所以他的配偶权还是有受到保障 只是说他离婚之后才发现 但发现的时间晚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 所以大家还是要区分 即便离婚完后你发现这个事情 当然还是有侵害配偶权的事 那如果离婚的时候 他是被骗离婚的 比如说他太子是跟他讲说 因为我怕这样 所以我们先占你 就是有假结婚的假离婚的 假离婚的算真的离婚吗 我不知道 其实这个就要看当时他 签离婚的时候他的思考 如果他思考就是 我完全陷入意识表示错误 OK 对 那就有可能婚姻无效 你可以肃请法院 这个恢复婚姻的状态多了 OK 其实我是 我们之前有经手过 听闻过另外一个也是 激烈报复的这个案例 他也是一对夫妻离婚 离完婚之后这个女生 他就开始跟别人约会 但是他约会之后 他跟前夫还是有互动 所以他前夫都知道 那他前夫第一次 第一个男的时候 他知道的时候就很激动 那时候这个男生 还只是在追求他前妻 然后他就追到这个 好像是姜母鸭店 还是羊肉颅店 然后带枪过去 然后带枪过去 他本来想说 这个如果是你拼头 你背头要给你死 然后去的时候 这男生就说 没有 我第一次跟他约会 我知道他单身 我第一次约会 这男生说好 那我放你一马 只是现场把他打一顿 放我一马还要打一顿 他就说 他就没有亮出枪 然后因为我是 我们是后来听到说 好险你没有亮出枪 人那么多 因为持家在台湾是重罪 但是后来就是 只要有男生接触这个女生 这个男生就是把人家打一顿 女生也三班两次 大概累积了一两年 一年多 他不堪其劳 有一天他就决定 跟这个男生讲清楚 他想说 毕竟我们离婚也一年多了 后来就跟男生约出去 那男生前夫大概心里 也有心理准备 就后来那女生就 跟他在车上的时候 就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男生就问他说 你现在找我来是什么意思吗 是要跟我复合吗 女生说 其实我对你已经完全没有感觉 然后后来男生就沉默很久 就说 你确定你不跟我复合吗 那女生就嗯了一声 男生就准备这个硫酸 直接吵到身上就破了上去 所以这种大家就讲说 千万 这跟分手的艺术是一样的 千万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不要两个人 然后撕下或是这样子 对 在处于这种感情的问题 不管是离婚或是分手 真的要注意到现场状况 尤其你已经注意到他前面 有这么多激烈的行为 那好加在这个案子最后是 双半还是有和解 而且也没有破到这个眼睛 没有造成重伤的情形 对 最后这男生他进了 进去之后 进去这个监狱之后 他也发生自己做错事 现在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人格 OK 那梁洋姐 那好来好散 说来容易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 应该是如果是要走开的那个人 绝对不要做任何的动作 去激怒对方 这个是第一个要件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所教导的这一些手法 基本上还是管用的 所以多听听律师或多多看看节目 至少你会看到人家告诉你说 可以一步一步怎么样的处理 那再一个很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啦 我们发现最好的办法 在被骚扰或者是实在没有办法处理下去的话 弱势的女人大概最好的办法就选择自己走开 走开 让她找不到 不吃眼前亏 真的不吃眼前亏 走吧 很悲惨 可是是真的 那当然一切都是不要发生任何悲惨的一些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好来好聚好散这个词真的说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可是刚刚梁姐讲了一个像文青式的那种 也许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是文青 可是如果真的走到了就离婚的内部 第一个 所有的事情要切得清楚 第二个 不要再想着对方的不好 就想一想毕竟是曾经爱过的那一段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如果还有小孩的话 就想想怎么样对孩子未来才会是最好的一点 希望大家都能够朝向这个方向 那刚才聊了这么多 蔡律师会不会影响到你未来最婚姻的 不会吧 不会 我还是最婚姻的 其实跟你聊完这些会影响到你未来最婚姻的 我还是积极在寻找配偶的状态中 OK 欢迎一下 好的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 《政治有时》 我们下次见 拜拜